我是文靖 我目前是医院行政管理人员 它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职业的类别 包含像我们一般所熟知的人事、行政、总务、资讯、秘书、公关、客服、采购等等 这些都是在医院里面看得到的 那另外其实我们跟一般的行业所不同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在病人安全的部分 有一阵子在医院里面其实发生很多那种床栏上跌下来的事件 住院病人跌倒 因为床栏跟床尾的这个缝隙太大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把床栏的距离稍微再拉开一点 然后把那个它可以下床的空间减小了 那减小了之后它不容易下床自然就不容易发生跌倒的事情 教育跟传播这是站在台前 但是在管理的部分其实你有一个世人皆有老板梦 对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当老板 那当老板之前必须我要先了解如何去管理 如何去领导一个团队能够来帮我服务 既然念的是义务管理的这个领域 就想说回到医院里面来看看 刚好那个时间点上有医院开出这样的职缺 那我刚好就所以就去投了履历 那也很幸运的能够录取 然后就到这里来工作 那以幕僚职来讲 我们很多的工作常常是半黑点 我们要跟各单位去做一个协调折冲 包含说可能我们要求单位做一些事情配合我们 但是单位的本位主义自然就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挺你的 所以往往就会有冲突或者是不配合的情况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让病人更好 或者是说让整个医疗品质能够获得提升 所以我们还是得要带着干杯往前冲 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请主管 或者是透过院方高层的一个协助 那双方把事情开成布公 目的然后做法都能够接受之后 共同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 这个工作需要收集所有的资料 然后清楚地分析 第二个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很大颗的心脏 因为我们很多的问题 或者很多的挫折来源是 源自于各单位的冲突发生 那当冲突发生的时候 要有一个很大颗的心脏 反正带着干杯往前冲就对了 那当然过去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社团也有很多的活动 那在活动的时候 要办活动的过程 一定是一步骤一步骤一步骤的去进行 所以整个逻辑的推理 跟包含整个步骤的进行 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练习所产生出来的 那至于心脏部位 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心脏蛮大颗的人 严格说起来 就是常常很多时候 我会觉得你这样做可以 就走了 就不会特别再去想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医院行政人员从来不是美光灯下的焦点 但是就如阳光空气水 至于人一般是医院你不可或缺的角色 相信只要你在职场上全力以赴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当一天和尚 算好一天钟 在自己的工作上精益求精 相信未来在职场上 一定有你的一席之地